老爸着急去上班,请来长腿妈咪和鱼美人照顾女儿小美。 长腿妈咪伸手和小美打招呼。 结果吓得小美大叫一声,抱紧了美人鱼。 刚松了一口气,低头就看见了美人鱼的鱼尾巴。 小美吓得转身又要跑,不过想想还是美人鱼更安全些。 长腿妈咪伸出手想和小美积个掌。 在鱼美人的鼓励下,小美才伸出了手。 晚上,鱼美人坐在床边给小美讲睡前故事。 小美刚要睡着,突然,一只大手伸了出来,小美吓得蒙上了被子,听到没动静。 小美才放下心来,一回头,竟然看到了一个蓝色大头,吓得她大叫一声喊来了鱼美人。 她从床下探出头来,这可把他们吓得不轻。 还好,长腿妈咪及时赶到,原来,哈吉是来找长腿妈咪的。 他们一起喝茶聊天。 第二天,鱼美人看到桌上有一张爱心小卡片,正开心时,长腿妈咪突然出现抢走了她。 表示,这是小美给自己的,两人就这样争抢起来。 正当场腿妈咪得意时,才发现原来卡片是两张了,这一人一张多和谐呀。 小美想看绘书,可是,楼上却在开party。 这声音也太吵了吧。 鱼美人拿来一个隔音耳麦送给小美。 带上她果然可以安静地读书了。 然而,楼上的声音竟然越来越大。 耳麦已经无法阻挡了。 这次,长腿妈咪走了过来。 只见她伸出手直接关掉了楼上的音响。 警告他们要保持安静。 这回世界总算安静了。 鱼美人给小美梳好头发。 又帮她穿上衣服。 装好书包。 小美开开心心去上学了。 可是,来到学校的小美,把书包翻了个底朝天,也没找到笔带。 原来,鱼美人忘了把她装进书包了。 正当她急得团团转时,长腿妈咪走了过来。 这对她来说,再简单不过了。 只见她一伸手,就把笔带送到了小美面前。 感谢您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